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和张翰已是二度合作了,但这次见她扭头就走 凭着一起来看流星宇系列完成娱乐圈事业一炮而红状态后 张翰的角色发展一直都被校园偶像具限制着 并且明明已经是三十而立的成熟年纪 但她仍旧还是饰演着各种霸道总裁的人设 虽然张翰个人的气质中本身就有着霸道总裁的感觉 但一直都停留在这样的偶像聚集非实力派不再突破 对张翰的个人影视事业发展并非一件好事 而前两年对于张翰来说,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 根据人物角色的设定可以发现张翰和赵丽颖有一段未说清的情愫 但是赵丽颖被日本军官侮辱的时候 张翰只能静静在门外看着 因为他不敢进来救他 只敢跪在门口瑟瑟发抖满眼泪水不敢出声 赵丽颖出来以后只对张翰说了一句话 谢谢你救了我 然后转身就走毫无挂念 自从张翰打破霸道总裁的人物形象设定后 便一路演技开挂 眼睛中全是隐忍和愤怒 屈辱都是眼神的表达 在这部影片中的赵丽颖不仅演技全程在线 而且民国造型还非常具有优雅从容的气质 造型百变 你期待吗 袁冰炎是低配赵丽颖 赵露丝是小赵丽颖 真正的影宝你学不来 电视剧琉璃正在热播 跟月上宠火一样 该剧之火男主女主的人气始终提不起来 或许是袁冰炎在琉璃中的人物造型 跟赵丽颖的花千古有相似的造型 因此不少人就称他为低配版赵丽颖 人家赵丽颖的古装角色充满灵气 而袁冰炎的造型呢 除了苦情脸外 还能让观众有什么记忆点 当然打着赵丽颖旗号的远不止 袁冰炎一人 凭陈千千大火的赵露丝也曾被外界称为小赵丽颖 原因是你赵露丝跟赵丽颖一样 有一个可爱的圆脸 不过赵露丝本人并不承认自己是小赵丽颖 他甚至直言自己要演很多年戏 才有资格跟赵丽颖相提并论 当然打着前辈的旗号 是很容易被观众记住的 童谣出道时被称为小张子怡 张子怡出道是被叫小巩俐 然而要想真正在观众心中占有一席之地 还是要成为自己 袁冰炎和赵露丝这两位小花想蹭赵丽颖的热度可以理解 然而真正的赵丽颖并不是在造型上相似 脸形上一样 就可以复制得了的 八年的磨练最终让赵丽颖破茧而出 凭借陆珍传奇花千谷楚桥传赵丽颖终于成为了85后中花里少有的演技派 然而赵丽颖并没有满足 生完宝宝后 赵丽颖付出 在拍摄有斐时 赵丽颖还因为对剧本魔改 强烈发声表达不满 以赵丽颖现在的人气 他根本就不愁收视率 然而赵丽颖本人对事业却很认真 容不得半点犀利糊涂 看到赵丽颖的第一眼 或许观众们会觉得这个女孩很漂亮 然而当看到她的励志经历后 你就是深深的爱上她 赵露丝和袁冰炎只学到赵丽颖的皮毛 对于真正的赵丽颖还缺乏了解 首次跟杨幂同台 赵丽颖打了个漂亮的翻身战 首次跟杨幂同台 赵丽颖打了个漂亮的翻身战 杨幂赵丽颖首次同台高低历险 终于知道差距在哪里 不同台 永远不知道输在哪里 这不好了 在近日的星光大赏备受瞩目万众期待的一刻 两位竟然奇迹般的同台了 而且 这次同台 赵丽颖虽然用头发半遮面 却迎来了漂亮的反击 赵丽颖杨幂中间隔着一个长矛 但是 看得出 两个人的硝烟在默默延续没有停下来 大家都彼此不打招呼也不笑 默默地干着急吧 不过 这次 杨幂的颜值被吐槽五官有点下垮 而赵丽颖却越发显得骨香美 尤其是因为眼睛受伤 用头发遮着眼睛 眼神犀利 看起来很有气场 两个人的拼图 看得出 内心的独白啊 这是谁眼压谁呢 杨幂可能输在发型了吧 而赵丽颖从发型到礼服 都充满女人味 一气呵成 在这场战争中 赵丽颖凭借无心之举 赢得了一场战争 给杨幂致命一击了吧 不同台 你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的差距在哪里 不同台 永远也不知道两个女明星的高低 不可否认 这次 赵丽颖赢了 赢得漂亮 不是说杨幂不好 而是不够好 至少跟赵丽颖同台 两个人气场到颜值 都高低厉险 你们怎么看呢 理想照耀中国阵容官宣 赵丽颖 阳影妆容非常真实 阳影是搞笑吗 今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时间过得太快了 转眼之间党也已经成立100年了 于是为了让年轻一辈们不忘历史 深情的铭记住那个顽强拼搏 为了大家现在的幸福生活 而付出努力的英雄烈士 于是一些影视界的导演们 决定拍摄一部和此类型相关的电视剧作品 去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 理想照耀中国是目前正在拍摄的一部作品 想必大家在之前就已经关注到了 这部剧是分为好几个部分来进行拍摄的 根据现在的消息的知道 已经有很多的单元杀青了 剩下的是因为一下演员档期 而搁置到现在才开拍 理想照耀中国这部剧算是为波鲜火了 时常在一些网友们的口中听到风声 这部就在近期这部剧的剧组 也在自己的官方微博的底下 晒出了这部历史县里剧的全部主演名单 大家可以在名单中看到该剧的阵容 算是历史上最豪华的一次了 有赵丽颖、陈晓、王凯、谭松韵、 刘亦军和林永健等演员加盟其中 在名单中一眼望去 大多数一些实力派的演员 几乎是没有流量演员被导演选中 赵丽颖妆容非常真实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其中女演员赵丽颖 在《理想照耀中国》中 赵丽颖在《别分在了希望的田野》这个单元中 该部分主要讲述的是在时代改革时尚后 一位来自大都市的年轻女性 决定放弃城市繁华生活 一个人来到农村 投身在家乡的建设中 赵丽颖的演技一直以来都是被观众们认可的 所以在这上面自然是不用担心的 赵丽颖在剧中扮演的是农村女性 所以造型师就要在妆容上花费一点功夫 在《理想照耀中国》目前 晒出一些关于赵丽颖这个单元的剧照 照片中的赵丽颖身穿着少数民族的服装 和几个小孩子在面对镜头时咪咪一笑 为了让赵丽颖更加符合这个单元的女主形象 剧组特意把赵丽颖的脸上抹了一些黑粉 这意图要不是真爱粉的话 想必都认不出来吧 好在的是赵丽颖的颜值是属于那种辨识度非常高 精致的五官还是若隐若现 简直就是一个美人胚子 杨颖是来参加比美吗 可是 这部大剧最大的一个败笔 就是导演组邀请了另外一位演员也来参演该剧 她就是落网之余杨颖 这是什么情况 这位小姐姐的演技实在是不敢恭维啊 理想照耀中国是一部限礼剧 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是不可以出现任何的披露的 也许是因为杨颖的演技在该剧中 真的有所改善 不然的话又是黄晓明在背后支持自己的爱人啦 杨颖的角色是在八妹这个部分 饰演的是一个合唱团的老师 在海报中 杨颖的妆容明显是和其他的女演员不同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不管是赵丽颖 袁珊珊还是李一彤 在妆容上呈现的感觉非常的脏 因为在那个年代里 女性是没有任何的化妆品来修饰自己的美 可是对比一下别人 杨颖的颜值妆容真的是美到了极致 脸上非常的干净 完全是不符合当时那个年华的妆容和现状 难道杨颖还打算在这部剧中做一个花瓶吗 卡其色的外套和老式的眼镜 让杨颖的颜值再次惊艳众人 可是在理想照耀中国中是不需要的 难免和别人有点格格不入 不知道杨颖参演的这个单元 大家在观看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出戏呢 我们到时候期待着吧 没有